万一要有了这生死小孩 这我可有玩的呢 来来来快请进 来来来快请进 哎呀 到我的公司来 千万不要客气 把这当自己的家一样 哎呀潘总你跟我客气傻呀 我也没拿你当玩意儿 这个话说的还不错 我说罗 哎那叫啥名 这名老长了 我记不住 我叫罗伯特 开尔普利琼斯 你直接管我叫罗伯斯就可以 罗伯斯好 罗伯斯串气啊 我最喜欢罗伯斯串丸子了 没吃过 他还挺用啊 快请坐 哎呀我说罗伯先生啊 你一个外国人能到我们中国来 说实话真挺不容易的 自从咱中国一带一路开展之后 全世界都在看中国 老外都往中国跑 省怕来晚了被拉下 这就对 他也就说这个节骨眼 你跟我们家 潘洋做买卖签合同 正是好时候 这次主要就是想跟潘洋 把合同签完 没想到 你们家公司还是家族企业 之前没听潘洋提提过 哎呀潘洋这孩子呢 做事一向很低调 我之所以把你请到我的公司来 就是让你相信 我们家是有实力的 你跟潘洋 无论做什么买卖 签什么合同 都是很安全的啊 爸 你怎么把罗伯先生挖这儿来了 我 我把罗伯 请到我的公司 让他看看怎么了 你公司 这不是我拱书公司的吗 那个 那个 那个罗伯先生 你赶紧 那个喝点家族宝 什么情况啊 现在是我的公司 现在怎么就称你公司了呢 你不是我拱书司机吗 我让你啊 帮我把罗伯先生 借我那去签合同 你在这儿捣什么乱呢你 这怎么能是捣乱呢 这不是为了给你撑场面吗 你说你那小公司 刚刚起步 把罗伯请到你那儿去 你说他买卖还能做得成吗 合同还能签得成吗 是不是 现在做生意 讲究的是实力 虽然你老爸没什么实力 但是 我不能让我姑娘 输在起跑线上 爸 那你也不能骗人家呀 我没骗的 我就说这是我的公司 我也没说我是公司老总啊 是不是 你千万别跟他说我是假的啊 你买卖做不成了 听爸安排啊 不不不 等会儿 万一一会儿我拱叔回来了 撞上了 那肯定得生气呀 不可能 你拱叔跟我的关系老好了 再说了 他今天坐飞机 去外地出差了 是我亲自开车 把他送到机场 顺便把萝卜先生 请到我的公司来的 我就不相信 他再那么巧 哦 他回来了 碰上了 不可能 来 来 来 萝卜 赶紧跟潘阳抓紧时间 看看合同 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 赶紧签 啊 喂 喂 喂 哎呀 我说老婆呀 是我呀 由于天气的原因呢 飞机不飞了 我又回公司了 哎 另外我给你说个事啊 老潘司机啊 说要用一下咱的车 给他女儿办点事 一会儿呢 你就到公司办公室来接我 啊 好 就这么找不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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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潘我跟你说话呢 你叫谁老潘呢 虽然咱俩关系很好 但是你在公司里叫我潘总 那他潘总 你这是跟我说话的吗 我不跟你说话 跟谁说话呢 那那个 你赶紧 你再喝点水 滚滚滚 咋的 你喝了 喝大了 你小时候是不是姑儿 对呀 是不是吃我妈的奶长大的 对 你妈的奶都喂我了吗 我妈把威仪那碟奶 分了你一半 你一长这么高 我长这么矮 你是不是应该有责任 那你要这么说 我是应该负点责任 不你这天上一脚 地下一脚 你到底啥意思啊 是这么回事 我姑娘拍扬 今天跟那个外国人呢 做逼买卖 是吗 我就想借你这公司 给他撑撑场面 是不是 那什么 我们签完合同 马上就走 咱不能让姑娘输在起跑线上 明白了 这麻我肯定放 够意思 应该的嘛 哎 罗伯 我给你介绍一下 外商 罗伯先生 这是我的司机 老龚 这也不是外人 你好老龚 老龚 老龚 到我们公司看了一下 感觉还可以吗 感觉老好了 来来来 喝点水 好好好 潘总 您怎么站着呢 对 他平时就应该站着 说过就坐下来 对不起潘总啊 我不是故意做的 我是坐下给你擦擦椅子 罗伯先生啊 我们潘总有洁癖 干净 潘总 坐坐坐坐 我错了 我错了 慢点 哎呀 这位女士长得真漂亮 这位是 我媳妇 什么 妹妹 潘总的夫人 我们的老板娘 潘总夫人长得真漂亮 哎呀漂亮啥一般人 这是别人把这照片 屁上去的 什么屁上去的 我媳妇她就是 不是不是 你媳妇她就是漂亮 哎呦我跟你说 罗伯先生 你是没看见的 哎呀我们老板娘 要是往这一站 那是光彩照人 个头高挑啊 别听了 高挑不了哪去 还没我高呢 没谁高啊 还没他高呢 哎对对对 你咋来了呢 你不是让我上公司来接你吗 老公 老公 啊 对啊 老公 她说话跟你一样 也是有口音的 老公老公分不清 是吗老板娘 我是你老板娘 你不能不说话 现在听我的 我正式给你介绍 你现在的老公 你说啥呢 你疯了 不是我疯了 是老潘疯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我小的时候是吃老潘 他妈的奶长大的 他妈把奶都给了我了 所以他才没长起来 我长这么高 我是有责任的 因此他把姑娘 就带到咱公司了 不想让他姑娘 输在起跑线上 因此他就跟那 我 你有 你明白的呀 你长这么笨 老潘 不不 潘总 你夫人有点事问你 潘总 小婉长 这样 我就演一会儿老总 你呢 演一会儿我媳妇 是吧 我姑娘呢 现在跟着老外 正谈逼买卖 是吧 那个什么 那个咱得给姑娘 撑撑场面 明白没 你这是为了女儿的 一片苦心 明白了 咱帮她 一定 太够意思了 那个罗伯 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 我媳妇 小娟 这是萝卜先生 萝卜 萝卜先生 你好 你好 到东北来 还习惯吧 老习惯了 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给你介绍一下 咱亲闺女 潘洋 潘洋 这是你妈 你们认识一下 闺女你好 欢迎欢迎 妈妈你好 打扰打扰 你们一家人 平时也这么客气吗 像不认识似的呢 怎么能不认识呢 我们中国有这样一句成语 叫 相敬如宾 他们一家人就是这样的 应该是亲密无间 当然了 在你面前不太好意思 就不要那么客气嘛 应该亲密一点嘛 对对对对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啊 够不着 坐坐坐 潘总啊 能不能别老傻笑 说点啥呀 那潘洋 你看你妈的坐着半天了 你是不是应该跟你妈说点啥 亲爱的妈妈 你今天我去哪了 怎么才过来呢 亲爱的女儿 快过年了 我上街 给你爸买了件衣服 那啥 你穿上试试 这呢 这 哦对 给你买的 你穿上试试 媳妇给我买衣服 还用试吗 是吧 那肯定正好啊 你看正好 爸 你穿上老正好了 看着跟连一群似的 你别管像啥 我喜欢 知道吗 小娟啊 你看你买了衣服 我也试了 说是 你没啥事 赶紧回家吧 我让我的司机老拱 送你回去 放心吧潘总 我保证安全把夫人送到家 OK 走走走 再见了妈妈 再见 呀 我不能回去 回啥 我跟儿子约好了 他去完照片 到这儿会合 你怎么能叫儿子 儿子 潘总 您还有个儿子呢 有 容风胎吗 哈哈 那个 你赶紧回家 别让儿子上来 上来就麻烦了 哦对 我走了 妈 哎 这咋还把门关上了呢 这啥 照片往酒来来 千万别跟我说 千万别跟我说话 爸 你咋又回来了呢 你跟谁叫爸呢 你喝多了 得谁跟谁叫爸呀 真是的你 我妈咋的了 爸说你喝多了 那个 婚姚 你先别说话 我先给你介绍个爸 妈你说啥 那个 你听妈说 现在你爸 已经不是你爸了 你攀叔 才是你爸 有些事你不太知道 你爸小时候 是吃着你攀叔 说你妈妈的奶长大的 你听明白了吗 哎呀老公 不是老公 你跟他说 我说不清楚 你怎么那么笨呢 你妈的话你没明白吗 你给我记住啊 从现在开始 这公司不是我的了 是你攀叔的 你 落差了 你妈呢 也不是我媳妇了 也是你攀叔的了 她 改嫁了 你攀叔的 也不是你攀叔 她才是你爸 生父呗 从现在开始 我呢 也不是你爸了 我是你 拱叔 听明白没有 彻底蒙了 咱家发生了 这么大的变化 你咋不早点 跟我说呢 没法早说 都是瞬间 产生的化学反应 这我也弄不明白了 这啥老婆 他爸呀 你快跟你儿子说一说 咋回事啊 这是 快快快快 那个天阔啊 现在没有时间 跟你解释了 是不是啊 那个 我这么矮 你爸那么高 他是有责任的 现在开始 我就是你爸 至于什么原因 晚上回家 问你爸 你妈就清楚了 是吧 来 你介绍一下 来 来 萝卜先生 来 这是外伤萝卜啊 你不认识 那个 这是我儿子 潘天阔 你更不认识了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你妈 你应该认识 我妈还是我妈呗 对 爸 哎 这是你拱叔 拱 别拱了 师父 哎 那个 我给你介绍一下 你妹妹啊 来来来来 拍啊 来 叫哥 哥 哎呀 你这孩子咋的呢 他应该管你叫哥 我家都这样了 我还有心情人员吗 公叔啊 啊 那你看这全家福 他还挂上我 这全家福挂摸 你别问我 你得问你爸呀 挂 那肯定得 看狗 这在中国应该叫照片 好几个人堆在一起 就叫全家福 赶紧解释一下 快点 快点 那个罗伯先生啊 全家福呢 就是一家人在一块照着张相 你看这一家人啊 后边站着那个是儿子 就是他 这边坐这个就是妈妈 那就是他 那边那个就是爸爸 就是 就是 就是他 他为啥变成了 他呢 哎呀 我明白了 啊 你用皮 把你自己皮上去了 哎呀 这太诚明了 哎呀 拱叔啊 你们俩都别编了 我实在是 听不下去了 谁早就发现了 爸 你看看你 为了给我撑这个场面 把我拱叔他们家 整的是七里子散的 干什么呀这是 潘洋 你算是说到点上了 我跟你说老潘啊 你都不如人潘洋成熟 现在做生意 不能老一套 靠虎又撑场面 现在凭什么 凭实力 讲信誉 对呀 老潘 你为了女儿的心情 大家都可以理解 当父母的不都这样吗 但是有的时候啊 你得放手 让孩子自己去闯荡 他们才是未来 就是 对不起 做生意讲究的是诚信 刚才是我爸不对 但是我也有责任 这样 咱俩这个合同 先 别签了 啊 为什么不签呢 这不就是一个 闪意的玩笑吗 嗯 哎呀 你们别看我是个老外 有些事我老明白了 现在全世界都在推崇中国制造 你不看杀了